Hello Hi 大家好 恭喜發財 你發我發 大家發 今天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風水的教學 現在我就是招待私家鎮 時間很迫速 昨天見到客人來 很多粉絲都很失望 很多見不到我 但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會有文時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要文時 而且還要問自己的家 怎樣的神有沒有入座 甚至其他的工作上 或者生意上 讀書 感情 或者是生兒子 很多人都想來文時 到時候我再開放的時候 我再和大家再約 你們一見到官方面子書有鋪出來 我又見人快快速速打電話來 明白嗎 為何我這麼內政開 大家都看到四圍走你走去 因為很多人都要請我看風水 就是因為我看到風水 人家有效果 但人家一定會介紹客給我 你說是不是 你看我每天都有風水看 看不完 所以說這件事最重要 就是見證 所以說都是那一句 我先幫你50巴士 你借我的力打力推力 我是推動力 你是靠你自己的實力 我又靠我的實力 大家就變成雙贏了 好了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說 這個鄧基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鄧基 看到嗎 嘩 這個水缸 這裡又是一個水缸 這個水缸 在這個錘房的後面 過來這邊看看 在這個錘房的後面 這裡是不是真的好 但是好 真是好 是沒得頂 因為有兩個水缸 有兩個水缸 是叫做豬籠入水 財運亨通 這件事是很實際的 但是他好是好在這裡 有兩個鄧基 但是又是大提 這麼多大提的師傅 當然 就是沒話說 那些人出錢就出到害怕 為什麼會呢 你又說這個入財 招財 財運亨通 什麼都好 為什麼會出錢呢 看看 看到這個盤 這個盤是向字後面 這個是水龍頭 向字後面 如果這個盤向字後面 坦白說 很多人的家裡 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說 自己有說的 錢 花了去哪裡 不知道 一美出雷 一美出雷 找多少出多少 為什麼會這樣 自己不知道 今天的風水教學 就是向大家提醒大家 其實你這樣做來說 是方便自己花的 但是呢 在風水的倫理常來說 就是叫做流財 後面出水了 你看看後面出水了 看到嗎 所以我怎樣呢 我又要用到去 但是 咦 我又不想撲過去 不要撲 不要改 通常我來幫你們看風水 我是不會幫你撲 不會幫你改 尤其是門口 很多人都問我 門口說改斜 行不行 其實呢 有些人呢 你改了斜 但是你屋身裏面沒有斜 依然是沒有效果 但是有些人改了斜的門口 是有效果 是見仁見智的 這樣呢 一直來呢 在我的作風 在我做事的立場來說 我是不會叫你改任何東西 是用來變化無常 變了去 即是說真的 不好就變回好的 好會變回更加好 所以說呢 如果是說有什麼事 如果遇到這樣 你們不用擔心 怕我出那麼多錢 你就拿一塊布 蓋住水龍頭 因為我經常拍視頻 我都有教過大家 所以你們可以這樣蓋住去 加一盤這個 虎美蘭在邊皮這裏 就可以破殺了 明白沒有 所以我擺在這處來說 就要給你看了 所以主人家就很聰明 擺一盤這個虎美蘭 金邊虎美蘭 啊 虎美蘭沒有那麼好 金邊要黃色的邊 要記字 所以再下來 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小衣機 那小衣機放在後面 這裏對不對 很好 響字是山後面 你看這裏是山來的 這裏是大山來的 騰騰磚也是山來的 你看看 全部是山來的 所以說呢 就算是後面不是山也好 後面是家也好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向字 但是呢 大家看到沒有 我叫師秉師過來看看 這裏有水龍頭 喂 師傅 怎樣搞 需不需要用布遮住它 啊 那裏有一隻 這樣呢 你都可以 用這個布遮住它 但是這個製衣機 已經遮住水龍頭 是百無禁忌 如果安全一點 都是拿布 蓋住它好一點的 這樣就防止一尾出錢 出到驚 所以呢 還有一容的就是 這個是流水的 在上面看到 上面的水管 下大雨的時候 屋頂的啞的水 就慢慢下來 有個L波 看到沒有 有個L波 看到L波 這樣呢 我呢 跟大家分享 有L波這樣布這麼好 有這樣向著出 水一未出 這樣最好L波拆了去 拆了L波去 水就向下面流 這樣你就不會破財了 很多師傅 他都不會教你這件事 要記住 但是呢 這件事呢 我就想大家分享了 好了 今天分享到為止了 其實有兩個椅子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有些人椅子 就放在前面好不好 放在前面屋 前面 左右兩邊 都要看 有些人說 喂 坐青龍 又白虎 白虎位 不要放這些水龍頭 不要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了 記得了 拿一塊布 遮住它就可以了 遮住水龍頭 這樣就防止 出錢沒有出這麼多了 大家不妨試一下 拜拜